很多人都知道 《穿普拉达的女王》 是一部时尚题材的喜剧电影 却不知道这部影片给到服装的预算 却只有10万美元 要不是由普拉达公司 和其他十多个品牌做赞助 这10万美元 连主角的一根项链都买不到 电影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多品牌的青睐 这一方面得益于 电影改编自劳伦韦斯伯格的同名小说 而小说曾在《纽约时报》 畅销书排行榜上霸占榜首近30周 小说的内容还取自真实的人物故事 主人公的原型 这样的缘故电影的改编自带流量 而另一方面 影片还邀请到了梅里尔斯特里普 和安妮海瑟威担任主演 彼时这两位演员 一位是影坛地位无可撼动的超级影后 而另一位则是凭借两部公主日记 走红欧美娱乐圈的流量大明星 强强合作 使得这部电影自带吸睛能力 尽管只花费了35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 却在全球斩获了近3.3亿美元的票房 并让那些赞助的品牌得到了极大的推广 可谓是两圈妻美 影片里安妮海瑟威扮演的安迪 是升级打怪兽的设定 她从职场菜鸟转变为时尚女王的得力助理 服装风格的转变 极为的醒目 她在影片里最惊艳的一套服装 是她陪同米兰达参加时装晚宴 身着的黑色晚礼服 这条设计并不繁复的裙子 却有着一个剪裁极为别致的衣领 除了展露了演员非常白皙的薄梗 也凸显了演员非常柔美的身形线条 为了增加着装的灵动感和精致感 那个别致的衣领还拼借了一圈轻盈的蕾丝 与那个别有花朵的温婉发型极为的匹配 整个造型不过分张扬 却足够吸引眼球 安迪第二次陪同米兰达参加隆重的典礼 也穿了一条衣领非常别致的裙装 只是风格要休闲一些 没有晚礼服那般奢华 里面的连衣裙采用了白者样式的裙摆 走路或奔跑的时候非常的富有动担 上半身的小坎间 衣领的设计特别的开阔 可以看到演员佩戴了奢华项链的白西伯格 黑色的吉万手套还增加了着装的优雅感 日常通勤的时候 安迪也会穿到一些简约但不简单的连衣裙 他这条佩戴了长串珠项链的裙子 版型的设计并不复杂 却用到了让视觉更醒目的拼色设计 裙摆也不是普通常见的高腰线直裙摆 而是采用了稍微宽松的低腰线的白者裙摆 对腰部线条不是特别优越的女生 非常的友好 安迪的连衣裙还会搭配毛泥大衣出件 他的穿着打扮第一次经验米兰达的时候 就是用了一件大衣组合了一条迷你短裙 为了提升深色着装的吸睛亮点 脖子上的项链采用了迭带的方式 量感充足又金光闪闪 很是吸引眼球 安迪很多裤装的搭配都用到了项链迭带的方法 他第一次以前卫的形象上班时 他英文风的黑色外套 因为内搭的衣服非常的低胸 为了让脖子不那么空荡 就佩戴了一条重叠设计的项链 他与那一条剪裁很修身的皮裤组合在一起 让着装变得非常的炫酷 还有这件衬衣 外套落尖针织衫的着装 迭带的项链 让撞色搭配的服装更有视觉的层次感 头上格纹图案的帽子 让着装的时髦感更添了几分 那一条黑色的阔腿裤 很能拉长腿的比例 让安迪的腿看上去好似有两米长 而同样显腿长的 还包括这条搭配了咖色上衣的黑色短裤 原本很宽松的剥点上衣 因为腰间那抹装饰性的腰带 使得身形更有曲线的美感 还拉长了下半身的比例 为了增加着装的清新感 项链和手链都采用了彩色水晶的材质 与服装混搭的效果没有一丝违和感 在影片后期 应对助理工作游刃有余的安迪 还穿了很多线条非常简洁又利落的服装 她这件黑色上衣搭配灰色半裙的套装 简洁的剪裁线条 尽量凸显了女性身体本身的柔美轮廓 配饰不多 但胜在别致精巧 为着装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但不夺去演员原始的美感 人最好看的一面 并不需要靠过多的时尚元素去堆叠 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美 才最是让人赏心悦目 安迪黑色的小套装 也是这样线条非常简洁的设计 但比起一般出入职场的小套装 它没有那么的保守 搭载小外套里面的 是一件低龄剪裁的皮革吊带 非常的前卫又性感 与男伴在夜晚出行的时候 还在低胸的领口 围了一抹轻柔却厚实的皮草 让刻板的小套装变得不那么呆板 符合安迪是时尚助理的身份 影片里安迪那些一闪而过的大衣 也非常值得收入你的秋冬衣装 比如这件领口和袖口拼接了豹纹提草 并搭配了豹纹包包的绿色大衣 这件与喀色毛线帽一同出镜的黑色大衣 还有这件与小湘风帽子相处 特别和谐的白色大衣 它们都让安迪时尚职业人的身份 更加深入人心 除了安迪的衣橱 影片里米兰达的职场衣橱 也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 作为一个能主导流行趋势的时尚女王 米兰达的形象 并不像某些国产剧里 那些霸道女总裁那般 浮夸油腻又不贴近现实生活 从职业装到晚礼服 她的服装在符合职业设定的同时 还具有烟火气息 并没有很脱离群众的生活 只是表现得更有质感和高级感 所以米兰达时尚女王的身份 更加让人信服 尽管川普拉达的女王已上映超过17年 部分服装的设计 已不太符合现今潮流的审美 但安迪和米兰达的穿搭工事 依然值得借鉴和学习 感兴趣的不妨重温一下 这部2006年上映的电影 除了丰富的穿搭技巧 她讨论的职场话题 也能让现今的职场人 引起共鸣和深度思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